你是行政院副院長 你簽了 你簽了這個國發基金 然後你下來以後 你就引進你的家族 國發基金的40%對不對 有幾個問題嘛 第一個你左手為什麼交到右手 在我來看就是左手到右手嘛 左手到右手 第二個 為什麼你當董事長 你是生物科技的專家嗎 不是 你是管理的專家嗎 也不是 那為什麼大家推薦你當董事長呢 就因為你關係好嘛 你跟民進黨關係好 你跟行政院關係好 別人高於人可能弄不到 國發基金的投資 你可以運作 而且你還是你自己批的 所以當然請你嘛 所以雖然你只有投資20% 但是加上國發基金40% 就60%了 所以請你當董事長 我想一定是這樣 否則你何德何能 為什麼請你做 這個生物科技的董事長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說 這些公司為什麼請你 為什麼請你 你的蔡家 固然我們一般人覺得很大 覺得蔡家很有錢 但是跟那個統一 跟那個 郭台銘 不是 郭台銘 跟他們另外一個股東 永豐瑜有沒有 永豐瑜 跟國發基金比起來 蔡家是很小的 他的財力高分 在這個宇昌的四大股東 國發基金 統一集團 永豐瑜集團 台茂 蔡家 蔡家是最小的 換句話說 為什麼找你來 為什麼這些人不找別人 何美越說 什麼找了什麼 有些什麼 他們發的通知啦 幸福人壽什麼都願意啊 可是這些公司說 投資要經過董事會同意 那時間來不及了 重大的案件 除非董事會授權 否則有董事會同意是必然的嘛 那你給人家這個時間沒有 你不給他時間說很急 然後就自己用密簽的方式簽了 然後自己決定了誰 在我聽起來有點像那個 公司機關招標 綁標 然後公告標 現在一公告 一個禮拜之內就要決標了 所以他長大根本連 投標的時間準備都來不及 別人可能已經準備一兩年了 這些公司可能只有兩個禮拜準備 我聽起來有點 有點像這樣的情況耶 雷謙你自己也是一個創投專家 你怎麼看 所以我今天特別就是用一個 經濟理性來看這個事情 可能跟大家從政治角度看 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講了很久 這個國發基金 這個國發基金網路上的資料 是可以找得到 他的核可程序 如果你做一個一般的個案 就是像高玉仁 他去做個個案申請的話 你要把你的資料給他們 他們得到了以後就會去 interview 就會去見那個主要的 promoter 然後最後他有管理委員會 他有投資委員會等等 可是國發基金有另外一種辦法 去核可一個案子 在他的這個網站上面也很清楚說 如果是行政院長特批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談談談 談到了行政院的副院長 可是按照國發基金的話 是要行政院長才有這個 特批的核選權 行政院長特批的這個案子 可以越過一切的評估程序 可能就是像大家說的 七天中間就可以跑完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談這個事情 真的是要放兩個角度 因為當年我們引進半導體的時候 孫運璇啊李國鼎啊 這些人也是扛著腦袋 再去快速的去搶取一些好的技術 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這個技術 是不是好到一定要特批呢 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急迫性呢 那大家談了一會兒啊 可能有些人還是搞不太清楚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就整理了一下 在我們投資界有一個常見的說法 就是你不怕你買貴 你只怕你賣不掉 所以有一種叫做就是 換帽子 只要你能夠把你的帽子 帶給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用更高的錢買去 你這個投資呢就可以安全的下撞 你就可以得到投資的利益 那我們現在看的主要呢 是一個叫TNX355的一個成分 所以大家談了一會兒再談 滯愛滯病的藥 滯愛滯病的一個成分 它還不能是一個藥 因為它還沒有經過FDA的Approval 它在做各種的實驗 如果我們看它原來的擁有者是Biogen Biogen呢被這個Tinox 也就是說唐南山以及張子文 他們這個公司去取得了他的License 他的權利 那麼這個時候呢 在2004年左右 當時在美國的報紙也有很多說 FDA給他一個特殊的快速通關 給他Fast Track 讓他過去 可以快速的進入Face 1、Face 2 那麼當時在2004年左右 他把它賣給了Genetex 那Genetex到後來 到了20708年的時候 他就決定要開始去繼續往前推 所以一開頭告訴翁警惠說已經直接進入 第三階段的人體實驗 就是300到3000個病人 事實上他們根本從來 還沒有進入這第三階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說 等到這個案子拿到TIMAT 就是台帽的時候 一開頭告訴我們說 你的第三階段是需要多少錢 可是在第二次的會議 就是3月21號這個牽頭 你就發現 他們把以前的每一手跟前手 所答應的事情 都戴帽子戴過來了 全部戴帽子戴到 後來到了TIMAT要來處理 就把台灣當任大頭了 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數字變成什麼樣子呢 一開頭我們聽到的是 這個賣方是Genetex來跟我們說 它是要用5000萬來做 5000萬美金 然後他們要15%的技術干股 我們本來一開頭說要offer他們10% 他們說要15% 等到談到一段的時候 你發現他們Genetex當初去 併購Tanox時候所承認的那些 所有達到一定的目標的時候該給的錢 以及未來的權利金 通通都要加到我們身上 所以他就加上了上面這兩行 就是光這個要是3200萬的那個 達到的成效的費用 那麼其他的相關的產品呢 是4200萬美金 然後你接著在和美月的簽程裡面看到 不但是Tanox所答應的欠的這個 未付款項要由我們來承擔 連Biogen當初Tanox欠它的款項 也要由我們來承擔 所以又再加上了1030萬 而且是3到12%的權利金 所以總共這樣哈麽當當加起來 就從5000萬呢 變成1億3430萬 如果你只有一項其他的產品 如果每一項就是4200萬 都還要加4000多 對 然後權利金你要給人家 12到22% 甘股你要給15%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交易如果是從2月9號 到3月21號中間 發生了這麼重大的變化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 都要回頭重新的審議程序 不可以直接就跳到下一步 然後直接去和可的 絕對是不可以的 你這讓我想起來拉法業 開始這個錢後來三搞兩搞 大家戴帽子 搞用金 後來搞一大堆 不過拉法業我們最後改變了 我們買的東西 我們國家也是一改再改 所以我們修改了我們所買的東西 是有實際上 我們看一下這個本身的這個 這個新聞 新聞影片來 趕快送來這裡送 送食物來好不好 送食物 好 宇昌岸解密 全國矚目 會議室裡面擠著26台攝影機 只想知道秘密在哪裡 極精密的第一份公文 揭露了和美院 蔡英文 蘇貞昌 在6天之內簽過公文 問題是當時何美月是政務委員 國發基金召集人還是胡順政 為何是由何美月來發出這份 機密文件呢 這個函是由政務委員 是發出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那時候是在想說 怎麼會有一個函沒有經過 譬如說國發基金的這個 各個沒有錯 因為公務員 公務的流程一定都是 就是這樣 不會只有就是手掌 所以我們就說沒有經過國發基金 也沒有經過經驗會 是直接由政務委員是牽出來的 他寫那個信的時候 那個函的時候2月9號 其實他還沒有兼經驗會主委 或是國發基金召集人 第二份關鍵拍板公文更詭異 何美月只專程給副院長 蔡英文根本沒有到 隔魁蘇貞昌 劉毅如直言有問題 這個解密的文件裡面 並沒有說明說 為什麼當初需要跳過程序 解密解除審核程序有問題 而內容大部分都是商業談判條件 商業的部分不談的話 我們是看不出為什麼是極機密 然後因為裡面也沒有說明說 是什麼理由必須要跳過程序 有趣的是六天火速過關的投資案 第一份公文通篇還把合作的 科技公司英文字打錯 緊迫到這一種程度 語商案解密還不夠 疑點重重等待解答 中台北綜合報導